看腾讯体育腾讯视频共同为您带来的 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31轮 由北京公安对阵长春亚太的比赛 小小又来入罚 1点 这个球1比0了 王子明已经开场进球了 这个球应该是他们的门将 何子健出现了一个比较低级的失误 这对于门将而言是不应该出现的失误 王子明 你看这球 我觉得是 要吹掉吗 吹了冲撞门将吗 对你看下边在喊说50球 确实这个球呢 他不是说门将站住身为 于扬在向门将身上撞 说确实这球你要吹冲撞门将的话 我觉得或多或少 确实也有一点牵强了 看怎么吹 这就真的吹掉 这场比赛呢 也只能是更多的做防守了 达布罗顶回来 江强右 好球啊 这球 门将何子健 做出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扑球 这个运动员呢 你让他们用自己的这种能力来证明自己 还是这样 这下江强右打的相对偏正 你看像比如说这种球 何子健 小伙子做的多好的扑球 这这么近的距离 活多活少还是有一听的问题 或这球小伙子真敢过呀 这个右边后也就是把陆一鸣被断了 王子明有机会 选择直接打门扑出来 好球啊 这会儿何子健 还是没穿起来 这个点还可以 1-0来了 王子明终于进球了 这个球应该没问题了吧 王子明啊 终于收获了他今年联赛的第四个进球了 这个年轻的员确实前面表现已经很好了 这球应该没什么问题 没越位 王子明这下蹭的非常好啊 这不能后边再吹张宇宁 跟温江有接触了吧 张向右在船中投球的机会 第一点王子明没有抢到 张宇宁 藏镜左脚 好球啊 又送出了神波 还有张宇宁再传 还有 我的天 这球 脚球吧 这一年就是面对 U21的亚太 这要面对一支 我们说正常的中小球队 今天这比赛 官员就很难踢了 然后回来 王子明 有机会 好球 王子明2比0 王子明没开二度 这脚呢 王子明展现了他的射数 王子明这场比赛没开二度之后呢 这赛季中超联赛的进球呢 达到了物力了 这脚应该说 瞄着圆尖打的 这下是斩下的射数 这样赫紫间也没什么办法了 漂亮 这脚这弧线转的呀 先看这个球吧 张宇宁 有机会 张宇宁超强的个人力 张宇宁被封堵了 张宇宁这个球 张响了超强的个人力 最后是我们这球 这球应该点球了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 这属于年轻队员经验不多 张宇宁今天这比赛 确实踢得太积极了 应该说没有任何问题 他没想到后边 张宇宁突然上来 这是现在场的队长 64号 左边后卫石立山啊 这个点球应该说没有任何 你看这球 完全 这就是年轻队员 需要增长的这种经验吧 面对赫紫间 张宇宁点球 看这个球啊 助跑 没有太多的助跑 打中路 这球干净利索 张宇宁完成了他这赛季的第18个联赛进球了 这样场上比分已经到了3比0了 那这个比赛选拳 应该说彻底没有了 不管什么时候上这些年轻队员吧 长城下台这会儿攻上来了 看能不能有一些机会啊 哪怕说暖回延面打尽一球 这对于这些首秀的年轻队员 也是很好的机会 香港这球能不能传回来 故意一漏来了 侯森完成了扑球 这波进攻 应该说打台是非常漂亮的 还有 再来 张世界挑身后 田玉达 看北深能不能拿住 传过来 想直接打门 这脚太难了 这如果能传球 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好 这时候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北京国安是3比0 战胜了长城下台 或者说战胜了长城下台U21吧 这场比赛呢 虽然国安赢的没有太大的选择 但是这场比赛